哈喽大家好 上节课呢我们讲了这个购物广告的创建 那这一节课呢我们主要来讲这个购物广告的架构 那这个架构呢就关于说我们去设置这个 建这个购物广告系列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或者说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的去建的架构 是效果会比较好的 那我们这个架构这部分的内容呢会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就是目前来说 现在广告主去投这个购物广告的时候 大家的这个广告架构的现状是 大部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第二部分内容呢就是购物广告架构 我们怎么样去搭会比较效果会比较好 这个最佳做法是什么 就是这两部分 首先第一部分购物广告架构的现状 那其实目前大部分广告主去投放 Shopping广告的现状呢 就是比如说按照我们上一节课讲的这一个购物广告创建 他们可能就按照默认的这个流程走 然后建完之后 就比如说按照这个默认的走呢 就会可能是建了一个购物广告的系列 然后这个系列下来呢会有一个广告组 广告组下来呢会有一个产品组 然后产品组呢会默认包含所有的产品 就像现在这个右边的截图 就像这个我们上一节课建的这个广告系列 就按照流程走的话 广告系列 然后一个广告组 广告组里面这个产品组呢会默认包含你所有的产品 所有的产品都在这里 然后按照一个出价 因为出价购物广告的出价层级 它是在产品组层级去出价的 所以说当它包含所有产品的时候 就意味着你所有的产品 你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这一个出价 去跟你的竞争对手去竞价的 好这个就是目前啊 大部分的广告组织投放购物广告的 他们的这个架构的现状 好那我刚刚也有说到 就是如果说你按照默认的架构呢 就是产品组包含所有产品 按照一个出价去出价的话 像这种这样子的出价方式 其实对于我们就是 做电商的广告组来说 就不是特别的不是特别的友好 那最好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呢 其实就是我们会按照不同的产品类别 来划分划分广告组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按照默认的这个架构去走 所有的所有产品按照一个出价去投 那假设说我现在网站上 我是一个品类比较多的网站 我可能网站的产品既有这个鞋子 也有美妆产品 然后也有这个户外背包 这种产品可能品类比较多 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 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按照默认架构走 也就是说我所有的这些产品 鞋子也好 美妆也好 背包也好 都按照0.8这个价格 这个CPC去跟竞品去竞价 那像这种的话 那大家也都知道 不同的产品品类呢 他们所需的这个流量成本 他们的竞争程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按照默认 按照默认架构走呢 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可能有一些品类 你按照这个出价 它是CPC是够的 但有一些品类呢 它可能CPC 你按照这个CPC就是不够的 就会对于我们来说 就没有办法说 比较精细或者说精确的去控制 去调整这个出价 所以说一般来讲 我们的架构划分呢 会按照不同的产品品类来划分 比如说我 这个就是产品类别一 我就放一个组 产品类别二 我就放另外一个组 然后给他们设置不同的出价 给他们去设置不同的出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按照品类划分之后的 效果的展示 那我们按照不同的品类去划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按照 不分别的去控制他们的CPC 比如说有一些呢 是给到0.5 有一些是给到0.8 有一些是0.4 不同的产品类别 他们的这个 给到的出价是不一样的 他们实际刨出来的CPC很明显 你看到实际的CPC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一些是 刨出来是0.3 那有一些是要0.9吧 有一些是要0.34 实际刨出来的 你就可以发现确实不同的产品之间 他们的实际CPC是不一样的 然后也可以看到 当我们这样的划分之后呢 你操作的时候呢 就很一目了然 知道是什么品类 它是需要多少的CPC 然后它这个不同的品类 它的销售是多少 ROI是多少 就比如说这个产品类别一 然后它的这个实际CPC是0.3 然后它的这一个转化价值 也就是销售是7745.91 ROI是5.21 那这个产品类别二呢 实际CPC是0.98 然后这一个销售是59.95 ROI是2.32 就像这样划分出来之后呢 就非常的清晰明了 而且当你想去针对不同的类别 去出价的时候 也很方便 就利于我们后续的一个 优化跟操作调整 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我们刚刚讲 去划分这个广告所 就是你去划分架构的时候 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是按照这个产品类别去划分 就比如说我有 我是一个综合类网站 我的这个网站上 有好几个不同品类的产品 那除了从这个产品品类去划分之外 我们还可以按照其他的这个方法去划分 好那假设说我现在不是一个综合类网站 我的网站上也没有那么多的不同品类的产品 我可能就是一个垂直类的产品 那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办法说 用其他的划分方法 也不是的 一般情况下还有一些是 我们常用的一些划分方法 就是比如说根据不同产品的利润率 去划分广告组 比如说我 我比如说是一个垂直的网站 那我可能卖的呢 这个产品有可能是整 整机 比如说是某一某一类 3C类产品 然后是整机整个卖 整个产品卖 那你的网站上一般呢 就会有一些配件类 可能说我这个配件呢 只是为这个整机去服务的 那像这种情况下 一般假设说你的这个整机是300美金 然后这个配件可能只有这个什么 10来20美金 就是售价比较低 然后这个整机的利润空间呢 会假设100美金 然后这个配件的利润空间可能就很少 那像这种 虽然它不是综合类网站 它不是不同的品类 那像这种呢 垂直站 它其实也一样是需要大家去划分的 因为很明显 我们不看流量成本 你很明显看这个不同的利润空间 那整机这个产品 它是可以去承受 它CPC是可以比较高的 因为它有利润空间 是可以去承受这个比较高的CPC 但是你的配件 或者说是其他利润空间比较低的 这一个产品就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么高的这个CPC 你如果把它们全部都放在所有产品 按照一个出价去投的话 那就有一些产品可能就会出现说CPC跑出来太高 然后ROI整个就 ROI算起来的话就会 ROI就不好就不达标 就没有办法盈利 所以说即便是垂直类的网站 那也是可以按照这个不同的产品利润率 去划分你的这个广告组 去划分你的购物广告系列 好那这是一种 那第二种呢就是还可以根据公司的产品运营策略 就比如说有一些产品可能是季节性的促销商品 可能我这个时候我要大力去 这个是夏季 然后我要大力去推我的这个泳装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针对这个 我要去推的这个产品 我要去大力去促销的这个产品 我要去做销售的这个产品呢 是可以给到他一些比较高的CPC 或者说比如哪一些是需要清库存 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产品呢 也都可以按照你自己公司的这个 目前的这个策略来去划分 实际上划分的这一个原则 或者说是划分的方法其实有很多 大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划分 并且这个划分呢 它也不一定是说 也不是说我不划分 就比如说我现在按照默认的架构这样走 并不是说我这样子去投广告 我就跑不出去 不是的 也并没有说强制一定要大家去 把这个架构给划分起来 不按照默认的走 那实际上我们去划分是为了更好的这个 我们可以后期更精细的运营 然后方便我们的去做一些出价调整 其实是出于这个目的 为了这个广告费花的更有更高效 所以说划分不是强制一定要怎么划分 然后划分的方法也没有说好坏 或是优劣之分 只有说适不适合你当前的情况 那我们刚刚说的几个方法 比如说按照不同的这个产品利润率 按照不同的这个什么品类 那到底我们在账户里面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实现这个操作 怎么去实现这个操作 好那我直接在这个账户里面去演示给大家看 比如说现在这一个广告系列 它就是按照默认的架构已经建好了 产品组包含所有产品 那我这个广告组呢 主要是这个美妆的产品 好假设它是一个美妆的产品 这个组 那我现在是希望 美妆所有的产品都在这个广告组 广告组里面去跑 因为按照我们刚刚的那个规划的话 一个品类就一个广告组嘛 那假设现在就是 这个组是美妆相关的 那我现在就需要 这个组呢 仅仅是包含美妆相关的产品 其他的产品 我不投 就不在这个产品 不在这个广告组里投 那怎么去划分呢 好 所有产品方面 按照默认架构走 所有产品方面有一个 有一个加号 你把鼠标放上去 有一个加号 点它 添加之类 好 那一般呢 其实 有这么多个方法 可以给到大家去 细分 去拎出来 那我建议大家呢 你去用 你去划分的话 可以用产品ID去划分 用产品ID 用产品ID呢 它的优势就是 它是非常非常细致的 比如说 用产品ID去拎出来的话 那这个的 有一点比较麻烦的 就是比如说 我想要把美妆相关的产品 都把它筛选出来 那它没有一个过滤器 可以给到大家 那只能大家去搜索 搜索 比如说 假设你的所有的产品 都有这个 标题里面都在 make up 你就可以去用 你就用标题去搜 可以用标题去搜出来 那如果说 比如说你的标题 没有一个什么固定的规律 比如说 并不是都固定带有什么词的话 那可能你只能是 这样子去看 然后把它勾中 筛选 只能 就这一点会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说 你在筛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 广告组就是美妆相关 那可能 这几个 你先去 如果说 不能用标题去搜的话 那只能说 自己肉眼去筛选 那比如说 我筛选出来之后 筛选出来之后 这一些 产品 然后我保存 好 筛选之后 继续修改出架 保存 好 那我现在呢 就是把这五个 是我要投的产品 这个是美妆的产品 假设它们是美妆的产品 那我就要 我就把我要投的产品 已经单独拢了出来 而且我还可以 针对每一个产品 去设置不同的出架 比如说这一个产品 好 我给它设 一美金的CPC 那有一些可能说 我给它设 明年五 你就可以按 按照不同的产品 就是细致到产品的层级 针对不同产品 去设置出架 那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 比如说我们 我这个广告组 仅仅是 想要 投放美妆 makeup相关的 makeup相关的 这个产品的话 那我现在把 我要投的 已经拎出来的 那剩下的这个不投的 就其他 其他的产品 是在这个地方的 所以说 那我现在仅仅想要 包含美妆的产品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要把它 排除掉 那这样子呢 这样一来 就是我在投的产品 就仅仅只有 这五个产品 仅仅只有这五个 美妆的产品 其他的是没有在投的 那这样 按照产品ID的方式 订出来的话 一个是 优势就是你可以 非常细致的 按照产品 去出价 然后也非常 有利于我们后续的一些 出价的调整 那对于 精细化运营来说的话 那这样 这种方式方法 已经是最细的一个层级了 那唯一它 有一点麻烦的地方 就是你可能在筛选 这个产品 ID的时候呢 要通过 它没有一个 它没有过滤器 可能大家只能去 通过这个标题 去搜索一些 相关的产品 要不然的话 那你就只能 手动一个个去看 然后去勾选 但是我 虽然说有一点麻烦 但是这个还是 一大一弊 总体来讲 就是它的 按照这种方式的话 就是可以 严格的控制花费 比如说我后 比如说我这个广告 跑了 跑了这个 一段时间 我发现 这一个产品 效果很不好 花了很多钱 但是转换很差 那我就可以 针对这一条产品 这个产品 去修改出价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广告费的 这个调整的 自主程度 就会非常非常的高 就非常方便 我们去这个 去严格的控制花费 好 所以这一节课 主要是跟大家讲 这个购物广告的架构 那我们一般 我们去投 这个购物广告的时候 你一般都会按照 这个产品的品类去划分 或者是按照 不同的这个利润空间 来做一个划分 那划分的时候呢 一般会按照 这个产品ID进行划分 因为这种方式方法呢 是可以非常严格的 控制花费 也非常方便 我们后续是做一些 经济化的运营 或者是 这个出价的调整 那再强调一边 就是并不是 划分的方法 还是并没有说 谁会 谁的会比较好 谁的会比较不好 这个只有是 哪一个会更适合 你现在这个 目前网站的状况 产品的状况 没有最好 只有是最适合的 然后这一个 划分架构呢 它对我们的好处来说 就是可以去 精细化的运营嘛 但并不代表 就是说 我如果不划分 我的广告就会跑不出去 并不是这样子 这个大家不要 不要误会 我们去划分是为了 让广告跑得更好 然后我们可以 对广告费 有一个比较充裕的 一个控制 好 那这一节课的 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的 所有内容 关于这个 购物广告的架构方面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 下两节课 再来去 讲不同情况的 这一个 网站 是怎么样去 搭这个架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